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孩子们学习认知 使用各种小家电 小朋友们都会使用拿下小家电呢 赶快来收集我们吧 有很多款迷你家电系列在背面 哇 看看 有这么多迷你家电呀 有缝纫机 搅拌机 饮水机 这是什么呢 洗衣机 微波炉 吸尘器 点冰箱 这就是我们的热水壶 还有空调 台灯 收音机 电话机 哇 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小家电 小朋友们都认识哪些家电呢 还有很多面包机 我们就补给大家全部介绍了 现在把我们的热水壶取出来 跟小朋友们玩一玩吧 看看这个热水壶的外观很漂亮吧 一个粉色的热水壶 热水壶上面有一个可爱又漂亮的女生 它有一对蝴蝶一样的翅膀 哇 这个热水壶好大呀 可以装300毫升的水量 这里有一个水量表 盖子可以打开 我们先装电池吧 转进三节电池 装好 盖上盖子 开关在哪里呢 看到了 开关在手把上面 开动开关 知道了吗 开始工作了 听到声音了吗 会发出声音 现在我们加水 把盖子打开 把水从这里倒进去 好 把水倒进去 好 把水倒进去 加水了 开动开关 哇 把水的声音 看到里面的水就装盖了 看到了呢 里面的水就在正旁 里面也还有根花 打开过去看看 看到里面有黄色的根花了吗 水最高了 水最高了 好了 水烧好了 现在关掉开关 把水倒出来吧 开水全部倒出来了 小朋友们 我们这个热乳不错吧 很高级吧 水就像真的沸腾了一样 里面还有灯光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和超级飞侠 就玩到这儿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 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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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后 转发 转发